大家好啊,我是圆圆,全聚宝妈一名,咨询馒头两年了,我发现已经上瘾了 看看,今天做的香热葵,你喜欢吗?喜欢的话就快快和我做起来吧 中间面粉150克,酱母1.5克,吸砂糖5克,先给它拌一拌 再加入80克左右的南瓜泥,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后加10克猪油,这样做出来的馒头更加光滑,揉成光滑的面团 60克的中筋面粉,2克可可粉,1克吸砂糖,5.5克酱母,30克清水,揉成一个棕色面团 另外我们用屏幕上的配料再揉一个绿色面团 所有面团都揉好了,咱们开始做造型 先把黄色面团擀成稍薄一些的面片 再用圆形切磨,切成圆形 剩下来的边角料不要扔,如春团后可以继续使用 接着用刮刀,将面片平均分成6分 不要完全切断,压出稳嫩就行了 然后用刀分出12个花瓣 在每一朵花瓣上压出两条纹路 最后把每个花瓣轻轻的捏一下 向日葵的雏形就出来了 做馒头真的没有什么技巧 只要把面团揉好,你就成功一半了 还有就是一定要发酵到位才能上过去 体积有明显的变大才行哦 接下来用棕色面团做一朵花心 烧一点水,粘在花朵中间 取一小团蜜色面团凑成长条 切成两段 做小日葵的枝盖 最后用水地模具压出叶子 在叶子上压些纹路 这样更好看 一朵朵好看的小日葵馒头生胚就完成了 放到温暖的地方 好价值原来体积的两倍大 煤水上锅开始蒸 水开即时蒸十分钟 锅火后焖三分钟再出锅 我们的小日葵馒头就做好了 孩子们喜欢的不得了 刚出锅就被抢光光了 赶紧做给你家猴子尝尝吧 我是银银,关注我杰索编的美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